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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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人的逻辑实在是让常人难以想象 医生尝试过自杀却没有死成 他与妻子之间十分恩爱 便想法复仇 因为阿怀身边全天候跟着保镖 普通方法根本行不通 于是他便想出了一个完美计划 医生找到了一个人贩子 挑中了一个名叫真有美的日本女孩 他的经历十分悲惨 年轻使育人部署看上了个渣男 一只脚便迈入了深渊 他开始酗酒 嗑药 染上极重的药盐 为了买药 他去卖身挣钱 最后把自己也变成了浆一瓶 生活自此陷入泥潭 不可自拔 要知道 这种人很难训练 医生也不知道出于何种理由选择了他 他一拳一拐地扛着人来到仓库 第一件事就是帮他建药盐 医生靠住真有美的一只手 朝他泼了一桶冷水 计算着他醒来的时间 等到真有美药盐发作 他的身体不断地在地上扭曲着 嘴里吐出白沫 医生却不为所动 做好饭端下来 把饭递出去 真有美并不接受 直接把小锅打翻在地 医生命无表情地 又给他泼了一桶冷水 时间一天天过去 每天都是重复的流程 真有美恶狠了 没有力气再打掉锅 只是推开它 虽然再次遭到水泼 但两人的关系也破了冰 终于有一天 在医生持续不断的冷水攻势下 真有美药引终于接触 看到对方送来的饭 他接过了锅 急切地吃了起来 开始吃饭后 他的身体也渐渐开始好转 医生便开始了下一步计划 把女孩改造成完美杀手 因为阿慧不仅是个变态 还有着特殊的癖好 喜欢监尸 他搞了个隐秘的地方 供自己玩乐 这个地方名为泡房 位于废弃的合场辐射控制区 周围空无一人 警察也被打点好 不会前来打扰 是所有练尸者的天堂 泡房不允许客户的保镖进入 也不允许客人携带武器 每个进去的人都需要精密地检查 因此从物失手 这里便是干掉阿慧的最佳地点 阿慧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去泡房 但泡房也有必处 这里把控森严 经常人根本进不去 唯有尸体是最容易进去的 为了复仇 医生开始了自己的训练计划 他随意打了针油每一巴掌 冷酷地告诉了买下他的真实真相 让他认清现实 乖乖听话 首先是体能训练 负重爬山 真有美被抓着练习仰卧起措 以及拳击 他累得满头大汗 但依然坚持着 训练一段时间后 医生找来了一个人来帮忙验收成果 但结果却不太好 真有美的训练变得更加刻苦 一段时间后 他有了显著的变化 体能打斗技巧都有了提升 终于打败了陪练人 医生也在射杀了陪练人后 开始下一阶段训练 这次是武器训练 他教真有美使用手枪 把女孩绑起来后 他带回了一个金发妹 让她用手枪打真有美 打中就放走她 但金发妹昏昏沉沉 十分没有精神 今天连三枪都没打中人 重新被挟持住 被医生当作教材 教导起真有美来 医生把手中的枪交给了真有美 让她熟悉一下 学习 拆卸和组装 真有美锻炼起手不灵活 又是一段长时间训练 她虽然每次开枪都会害怕 但随着训练的时间加长 她的脸色逐渐平静下来 射击成绩变得越来越好 到了验收成果那天 医生让真有美 先把拆卸好的枪藏匿在肉里 再拿出来快速组合在一起 对着靶子射光子弹 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医生十分满意 将任务目标阿坏告诉了真有美 为经理她尽快完成任务 还答应事成之后放她离开 说着拿出一本护照 但失败的话 就只有死亡能陪伴她 因为炮房的特殊性 只有尸体能够进去 并且尸检检查报告 由供应商提供 医生便买通其中一个 打算用手术把武器藏在真有美的体内 然后弄成假死状态送进去 到时候她就可以杀掉阿坏了 真有美表现得兴致缺缺 只有不时瞅向医生的眼睛 显示她在听 医生毫不在意地继续讲述着自己的进化 因为身体的局限性 真有美只能带13颗子弹 要自己从伤口内取出来 这些伤口不致命 只会不听流血 而女人在失去三分之二血后 依然能存活 因此 如果能在22分钟内止血输血 人便会没事 真有美只要在这段时间内离开泡房 就能遇上医生安排好的朋友 她也能活下去 计划十分详尽 真有美思考着要不要同意 但这由不得她 她重新被绑了起来 医生把金发妹拉出来 在她的身体上深深划了两刀 血顿时汹涌而下 金发妹手足无措 不知道我哪里好 医生面无表情地讲述起 失血后会碰见的问题 让真有美真实感受 真有美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她眼眶通红想要逃跑 却被死死钉在原地 医生的计划被完美验证 她把真有美放下 情绪失控的真有美攻击着医生 拳拳倒肉 通过殴打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她把医生压在地上 嘴里怒吼着狠狠亲了上去 两人的身体缠绵在一起 等真有美醒来 地上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她披上衣服 找到背对着她的医生 看见桌子上的枪 缓缓拿了起来 她想要自杀 又把枪口调转 想要杀掉的医生 却最终没有下去手 接手了对方的安排 明天阿怀就要去往泡房 真有美被放上了手术台 医生将手枪的零部间 用保鲜膜包好 给她举拨麻袖后 便把其中两个零件 塞进了女孩的身体 真有美忍着不适 等最后一个也塞进她的体内 才送了一口气 手术很成功 医生把伤口遮掩好 给她注射了药物 女孩假死过去 她陷上最后一吻 接着 真有美浑身赤裸 被送进泡房 长官正在检查 但很快阿怀来了 她便去了那边 等人走后 真有美尝吸一口气醒来 她大口喘着气 嘴里干咳着 随后小心打开了门 看着里面 只有一个看守三号 她立马冲出去 抢了对方的枪 却发现那枪 只有拥有正确指纹的人 才能用 否则就是一把玩具 虽然不能用枪 但真有美丝毫不拒 她拆了枪 随手扔到一旁 再次冲了上去 因为男女体力的悬殊 真有美被打得 浑身是伤 她用尽全身力气 才终于扭断了 对方的脖子 阿怀的检查快要结束 长官呼叫三号 推来尸体 却迟迟没人回应 她察觉出 有人闯了进来 便让女保安去解决 她则带着阿怀 去了旁边的房间 送上一把刀 用来防身 并通知阿怀的保镖 前来接人 真有美用力 把三号拖进了私房 搜出她身上的 包括酒水 手表等物品 艰难地爬到桌上 手颤抖着把表针 对准到了12点整 然后忍着痛痴开线 扒开肉 取出手枪零件 血汹涌而出 染红了她的躯体 真有美的嘴里 发出细小的尖叫 双眼泛白 两个伤口内的零件 都被取出 包腔的保鲜膜 已被蓄影染黑 她脸色苍白 马上就昏过去 真有美突然想起了一声 想起对方的教导 为了不让任务失败 她用力喘息着 艰难地取出弹夹 疼痛让她手僵硬着 根本拿不稳 真有美努力站起来 戴上手套 组装好手枪 这段时间内 女保安已经赶到了停尸处 通知长官后 她便往房间内走去 被躲在门口的真有美袭击 虽然女保安穿着防弹衣 几发子弹都没有打到身上 但就在两人同时开枪时 真有美击中了女保安 一枪爆头 对方的身体重重倒下 真有美费力起身 再次想起一声的教导 她努力爬到 女保安的尸体处 找出一把刀 费力收拢起 瀑布般的染血长发 用力割下来 将肩膀上的伤包扎好后 她缓缓站了起来 弯扭着身体去找任务目标 外面医生躲在树林中监控 看见阿坏的保镖 正开着车赶来 为了保证计划顺利进行 她主折拐杖迅速前进 山路不平 她摔倒在地 气得扔掉了拐杖 一拳一拐地急速前进着 真有美已经跌跌撞撞 离开了停尸房 失血过多 让她身体开始出现问题 医生已经来到泡房前 看着急车而来的汽车 取出手枪瞄准 打死了开车的人 车猛然停下 胡子男从里面翻出来 卧倒在地上 瞄准一声开枪 真有美还在喘息着 全副武装的长官 悄悄来到她身后 她猛地一个翻滚躺在地上 对着对方开枪 无内阿坏 正性质昂扬地数着子弹 医生因为被打中 扬倒在地 她微微起身 对准胡子男 打死了对方 女保镖十分害怕 独自开车跑了 医生却无力在去追 朝长官的枪口内射出一枪 立马引发了爆炸 长官被炸得虚荣模糊 手指断裂 忽然倒下 房间内 阿坏听见众物倒下 高兴地笑了起来 她数下她的最后一个数 看着手中的刀离开了房间 真有美艰难地坐起来 靠在墙上 她的子弹已经打光 阿坏看着她大笑起来 自然真有美没了威胁 只能任由她摆布 她丢下刀 打算享用鲜血淋漓的美食 大张着胳膊走向她 真有美则冷冷地看着阿坏 露出嘴里的子弹 这是医生送给她的 最后一个保命符 她将子弹装填好 替她数了最后一个数 她枪打死了阿坏 距离22分钟很近了 真有美浑身是血 提着阿坏的人头 沐浴着阳光 歪歪扭扭地走出来 来到已经死亡的医生身边 把人头放了上去 她也摔倒在地上 靠在医生的身边晕了过去 随后朋友赶到 她把真有美抱上车子 拿走医生手里的枪 给女孩紧急书写 真有美半睁开眼睛 看着对方 男人取下面罩 竟然是开头出现的杀手 冰淇的故事讲完了 司机也终于露出真面目 她受阿坏的儿子雇佣 寻找到真有美的下落 并杀了她 为阿坏报仇 司机举枪威胁着杀手 杀手被逼无奈 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随后司机便被打死了 杀手露出身后的真有美 原来女孩并是她的撤离点 因为医生帮忙 治好了她身患重病的儿子 所以她杀掉了逃走的女保镖 也就是开头的女人 并帮助真有美撤离 任务全部完成 真有美受起宗旨 露出灿烂的笑容 迎接她的自由和美好生活 最后的最后 真有美杀掉了当初贩卖她的人贩子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依然是礼剑不先的复仇题材 但在叙事上不断使用插序加盗序 穿插于故事中 算是一个亮点 而电影中充斥的大量裸露镜头 口味略重 感谢这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原片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师姐和你下期再见 Muah